ETF最前线帮你赚大钱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今天礼拜五 在昨天晚上 美国终于宣布降息一码 美国降息一码之后 今天很多人下去抢美债的ETF 美债ETF今天涨了一% 可不可以买 等一下节目里面会跟大家报告 大陆人大今天开会终于还没有看到 还没有看到落幕 因为会应该还在开 会端出怎么样的牛肉 今天ETF开盘 一度大涨到7% 8% 你有买吗 等一下再来跟大家报告 欢迎订阅我个人的节目 在我个人节目里面 有几个不错的单元 除了ETF最前线以外 练工房 我会陆陆续续录制一些 有跟基本面有关的 跟技术面有关的 都是我个人30年的经验 那提供给大家来做学习 都是最实战的东西 新菜上桌 这是底部刚起涨的股票 当我一发现之后 在第一时间 我会录制在新菜上桌单元 来跟大家做分享 让你能够买到底部的起涨股 我们昨天录制了一档 搭上川普列车的底部起涨股 昨天我不知道你们收看 我今天又录制了一档新的 10月出货到美国增加三倍 前三季获利 已经超越去年一整年 股价经过40%的调整 底部刚完成 刚要起涨 今天新菜上桌 有一档新的标的 我也告诉你 所以也欢迎收看 我新菜上桌的单元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台北股市ETF的行情 今天ETF的行情两个重点 一个是大陆人大开会结束 ETF会怎么样走 另外一个就是 美国宣布降息一马 如雨期 美国降息一马 美债殖利率 会不会开始往下修正 美债ETF会不会开始往上上来 我前两天跟大家谈过 时间周期都算给你看了 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 两日后 后来拜日 两天备完后 会不会出现反转讯号 最近外资在大卖 ETF的部分 美债ETF的部分 卖得好凶啊 融资反而一路攀高 怎么样情况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大陆股市的部分 今天大陆股市上震 小跌0.5% 深圳小跌0.2% 因为之前在预期 大陆人大开会 已经开始悄悄悄的 已经开始悄悄的在往上走了 你看深圳已经开始悄悄往上走 一副已经要过前高的味道 美国川普上台 即将对中国克高关税 可能会高达60% 那怎么办呢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嘛 你要说台语有一句话 你越是软弱 人家越会 人家越会欺负你 所以你个人要坚强 当别人要对你制裁的时候 你更要把自己给壮大起来 那正好在中国人大会议期间 之前已经抛出一个 实造国债发行 要来刺激景气 那今天会议开完之后 会不会有更大的利多 目前是还没有看到 因为会议还没结束 会议结束之后 就会有政策的发布 那等我看到之后 下礼拜再来针对他们的政策 来跟大家做报告 这一次大陆相关ETF 在整个操作过程中 我们是市场赚最多的 整个过程你们都看在眼里 当别人都没注意的时候 我们已经从底部开始布局买进了 在大陆国庆要结束前 大家一窝蜂在抢的时候 我们逢高带货员获利了结 护生政二十块钱买 22.5卖出 赚了125% 很多人有跟 我说过我不怕你跟 我做节目就要让大家 跟着一起做 看我节目一起赚大钱 这样我做节目才有意思嘛 你们看我节目赚不到钱 甚至于赔钱 那我节目就是白做的嘛 所以我的分析经常都是公开的 让你检验 让你跟 你赚到钱之后 我们就有合作的机会 中国50正二 我们6块钱买的 在大陆国庆假期要结束前 我们14块钱卖出 那也没最完啊 又不是神 相对低档买进 相对高档卖出 你的利润就很丰厚了 赚了133% 航行快速修正后 全市场没有人敢再提了 还是只有林的彦 持续锁定追踪 当大跌的时候 我们9.35再买回 中国50正二 当大跌的时候 我们逢低再买进 护身正二 16块钱 那今天一开盘 中国50正二 直接开到10.43 一开盘6% 一开盘就6%了 有买吗 前两天 昨天都还有9.5啊 前两天又有9.3啊 我每天讲每天讲 你要买9.5 你要买9.3 甚至买9.7 9.8都无所谓嘛 今天直接开到10.4 我们9.3买的 又12%了 又再12%啊 我相信你看我节目 这几天你有买的 今天一开到你 应该都很开心 你们都很欢喜 这个获利不输股票啊 股票要探一个停板 哦 很拼啊 如果没有压到强势股 要赚到一根停板 好吃力 ETF两倍涨跌幅 你看今天一开就这么多 你前两天买的 获利超过10% 都很正常 中国50正二 这是中国50正二 护胜正二我们16块钱买的 我每天讲每天讲每天讲 前两天16.3也有 对 16.5你也买得到 今天一开盘 直接开到18.38 一开盘7% 那我们16块钱买的 是不是又14%了 超过一个停板啊 所以ETF你会好好运用 你会好好掌握正确的专业知识 搭配时间周期的计算 底部开始规划布局 行情一上来 你买在底部 你利于不败之地了嘛 今天开高压回 你今天再去追高的 那套在上面 但后面还是会赚钱 可是一时半刻你就不爽了嘛 对不对 哇 开那盘 买了就叫当天套到 那谁叫你开高之后再去追 前几天我在讲的时候 你都可以有充分的机会 买在低档嘛 是不是 你看大陆股市的部分 大陆股市已经领先上来 要过新高了 ETF的部分 底部才刚完成而已 对 ETF的部分 底部还在酝酿 人家大陆股市已经 慢慢上去 即将要冲出去了 我们还在做底部慢慢酝酿 所以今天纵使追高买 也没关系啦 还是在相对底部 只是比较可惜嘛 我说比较多工啊 我讲了那么多天 你随时买随便买 今天一开高就十几%了 啊 没关系 刚开始 怕不蹲下来 有蹲下来还是可以买 等大陆政策端出来之后 我看到了 我在针对它的政策部分 来跟大家做分析 来跟大家做分析 大陆股市 新的三年多头 你要注意 底部 要赶买 涨高要会卖 跟着林肺一起做 我们掌握先机赢在起跑点 要赚个30% 50%很容易 前一波 赚了125%跟133% 再次拉回买进 今天开高 又赚12% 14% 所以会买底部 你要赚30% 50%很轻松 什么商品都一样 股票也一样 ETF也一样 我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大陆股市三年的周期循环 这是下跌三年才刚结束而已 未来三年不要看坏大陆股市 因为已经坏到底了 包含房地产的部分 已经坏到底了 大陆一直端出很多的政策 要救房市 要救股市 一个国家 能不能救得起来 就看政府有没有魄力 政府魄力姿态出来了 一道一道牛肉出来 一定救得起来了 尤其大陆那种专制的国家 中央决定怎么做 你地方只有跟着跑 所以未来三年 大陆股市全新的多头 你想要分一杯跟的 ETF你要跟紧脚步 每天送看我节目 每天跟着一起做 好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降息一马 昨天美国宣布降息一马 降息一马之后 今天美债ETF的部分 开高1% 在昨天降息一马的会议里面 记者一直在问 联准会的主席 大家问的焦点 都不是在政策部分 都在问什么 你会不会被换掉 我觉得有点幸灾乐祸 他们很担心 鲍威尔被换掉 鲍威尔说 我不会被换掉 因为有任期制的嘛 就算川普再不喜欢他 也要等他任期结束嘛 等他任期结束之后 能不能继续连任 我相信这才是最大的重点 川普应该还不至于马上拔人 应该还不会 那在昨天会议里面 除了宣布降息一马以外 同时鲍威尔也说 虽然美国通膨获得控制 可是通膨还十分艰峻 什么意思 他话里面的意思已经透露出 新的总统上来之后 豎起贸易壁垒 豎起了保护的政策 会不会把物价又悄悄弄上来 让他确实很担心 所以对于未来 美国能不能持续降息下去 事实上还有一些问号存在 毕竟降息已经降了 接下来12月份 会不会继续降息 那就看川普上来 他的动作 是不是有很大的动作出来 好那这次美债从9月降息两马之后 很多人很单纯 听到降息直觉债券会涨 就一买下去 哇一路跌一路跌 那越跌越买越跌越买 越套越深 套到最后 快要抱不住了 我跟大家谈过 美债有美债的规律 美债有美债的专业知识 这次融资套好多人 这两天融资持续增加 有时候行情是一个趋势 多头有多头的时间嘛 空头也有空头的时间 当他时间还没走完之前 你急着进场 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而已 所以你的研究时间周期 这20年来 我对于周期的东西很有心得 准确率也相当高 从个股到大盘到商品 甚至到ETF 有些当然没有规律性 那种交易量很少的 波动很小的 那个规律出不来 那种就不要做嘛 对不对 很明显规律性出来的 我们就积极掌握嘛 我给大家看过 债券的周期性 这一年来都是在走 大概40天到42天的倍速循环 第一波涨41天 拉回84天 这次上来第一高点67天 第二高点95天 那两倍周期走完之后 宣布一降息 整个行情开始下来了 因为行情早在预期中 已经提早呈现了 等到如预期的发布 反而是人家利多出境的时候 行情都是这样 当跌跌跌跌到利空出来了 那就是利空出境的时候 涨涨涨涨到利多出来了 早就呈现了 反而变成利多出境 所以主力法人 他们都是提前作业的 在预期心理下 就已经开始在运作 等到真的利多出来 投资人很单纯 看到利多跳进去 人多逗合有力 所以研究时间密码是很重要 能够让你看到整个趋势 因为行情每天涨涨跌跌 你如果没有趋势的辅助 在涨跌之中 你很容易做成误判 那更关键的是 掌握转折的时间 我天两天给大家看过 剩下最后几天的时间 我们来看最后的图形 这次下来今天涨了一趴 一趴不多 宣布降级再涨一趴而已 你知道昨天外资大卖 美债的ETF 原大发行的大卖9935张 最近外资一路在卖ETF 美债的ETF 反而投资人一直在买 到昨天已经五十万张了 那要怎么 你们都在买 那谁卖给你 股票市场成交是一买一卖 才能够撮合成交的嘛 你们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那谁倒货给你呢 很清楚嘛是不是 外资的操作很单纯 当他抗坏的时候 他一路卖一路卖一路卖 等到反转开始上来 他还是在卖 一定要涨到一个过程 他发现不对劲了 他才会反手买 所以初期如果底部出现之后 外资还是持续会卖 那你不要被外资给干扰 因为外资永远都是追高杀低的 高追更高 低杀更低 你要了解外资的操作情况 那依照时间周期 今天已经是第38天的65天 那如果说以40天来计算的话 剩下最后两天时间 那前面67天来算的话 65天也算最后两天 所以今天虽然美国宣布降息 美债ETF涨了1% 可是不够 时间又长两天的时间 所以下礼拜一月如果再蹲下来之后 两天过后注意反转讯号 当反转讯号出现之后 我们会开始进场 对吧 我骗关山 看北修探 隔山关虎斗 我一直沉着住气 我一直都还没出手 下礼拜两天后 反转讯号一出来 该进场 我也会进场 你想要操作的 不然直接让我带着你做 直接让我牵着你的手做 避免你做错掉 其他商品的部分 最近这两天 黄金跌多之后 有人开始在买进黄金 今天黄金的ETF涨了2.4% 可是黄金现货反而跌了19美元 我今天不跟大家谈黄金 等我把黄金的时间周期 等我把黄金的时间周期 给设定好之后 我下礼拜来跟大家谈黄金的ETF 那个周期好清楚好明显 当你看完之后 你就知道黄金绩效会怎么样走 我只简单提醒你 不好买不的哦 每盎司2700多美元 2800是站不上去的 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 你不要在高档 人家刚要下来 你就赶快跳进去 到时候行情趋势一形成之后 就万劫不复了 所以下礼拜我会跟大家谈 黄金ETF它的周期规律 让你看到整个黄金 它的一个走势 是怎么样的一个波动 想要操作ETF的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那欢迎订阅我个人的频道 今天新菜上桌 有一档新的股票跟大家谈 10月营收 在美国出货 大增三倍的股票 同时前三季获利 已经写下历史记录 股价修正的40% 底部刚要开始 今天新菜上桌 记得收看 全新的ETF 全范围操作 会员招募中 我们现在有 双11购物节 最大的优惠活动 限时限量 最低的价格 有兴趣的 我们的负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节绩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介义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评估 并次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中学超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 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